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被列为宋元时期十大名曲之一 十大名曲 这首词就是写宋别 这是一首漫词 寒禅妻妾对长庭晚 咒语初歇 这三句是写 离别的时间 地点和气候 天气 寒禅 那就说明是在秋天 寒禅妻妾 秋天的禅叫得很妻妾 对长庭晚 这是写时间和地点 地点在长庭 时间是晚上 咒语初歇 这是写天气 刚刚下过了一场咒语 在这样一个时候就送别了 都门障隐无序 牛恋处 南州吹发 都门呢就是 开封城的 众多的城门当中的一个 什么叫障隐呢 就古人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啊 往往要在城外打一个帐篷 给他摆酒 践行 由于这个酒席是在这个帐篷下面 所以叫藏隐 都门藏隐无序 无序就是没有心情嘛 为什么无序呢 因为要离别了 而且正是在两个人非常留恋的时候 南州吹发 南州是用木兰树做的州 木兰树 这里不一定真的就是木兰树做的州 不一定真的就是木兰树 只是要把这个州写的美一点而已 所以两个人正在留恋的时候 南州吹发 这说明他要走水漏 这一次真的要离别了 只手相看那眼 竟无语凝夜 只手相看就是握手言别的嘛 相看那眼 双方都在流泪 无语凝夜 说不出话来 所以下面都是想象之词 不是他说的 他说的无语凝夜嘛 他说的说不出话来嘛 下面都是词人的想象之词 想什么呢 想念去去 千里淹没 墨尔沉沉 楚天阔 那么这句告诉我们 他要去的地方是在楚天 是在江南 去去就是行行不已 水漏很长 所以叫千里淹波 要走千里水漏 看见墨尔沉沉 楚天辽阔 这一路的行程 把自己的行程写得那样的渺茫 就是为了强调 当下的离别的难堪 下面就写 多情自古 伤离别 跟他看 冷落 清秋节 这个写法叫荡开一笔 本来是写自己的离别 但这个时候呢 他要写到天下人的离别去了 所以这就是伟大的作品 他就是这样 他不会仅仅只写自己一个人的 他会由自己的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人的感受 写到天下人的遭遇 天下人的感受 这样子他才具有普遍性呢 所以你看明明写自己的离别 这个荡开 到了过篇的时候写 多情自古伤离别 所以自古以来 多情的人都为离别而伤感 更大看冷落清秋节 更叫人难以成熟的 是在一个冷落清秋的日子 说完了天下人之后 说完了普遍性之后 再回到至深 说今宵九醒何处 阳柳岸小风残月 说今天晚上我醒酒 就醒来的时候 我的船会到哪里呢 我想象应该是在 一个两岸有许多阳柳的地方 那时候挂着小风 阳柳上面挂着一人残月 这种景象就是很淒清嘛 很寂寞嘛 已经不是大都市了 都很少有人焉啦 好 那由今宵就想到今年 今年呢就是一年又一年 此去今年 因是良辰好景 虚设 说像这样过去 一年又一年 即便是有良辰好景 也形同虚设 便中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这个风情呢 我看到很多颂词的选本 都把它说成是爱情 把这个风情两个字 解释为爱情 这是不恰当的 不恰当的 这个词本身就是在 和自己的爱人离别嘛 是写给自己的爱人的嘛 他怎么能说 从此以后便有千种爱情 更与何人说 这不得体嘛 大家可以用自身研究法来研究一下 比方说 你这个 在家里过了春节 你过完春节 你要回到学校了 你回学校的时候 你跟你那个爱人告别 你会跟你那个爱人说 从今以后便中有千种爱情 更与何人说 你会这样吗 这不叫背叛吗 是吧 所以这个风情不能解释为爱情 解释为什么呢 良辰好景 就是前面说的良辰好景 就是今后我遇到再多的良辰好景 我也不能跟你一块分享了 你如果把他说 那今后中有千种爱情 更与何人说 你能说吗 你说的得体吗 所以我们讲一个作品 一定要符合生活的逻辑 下面我们看看他 为什么会成为名作 他成为名作 首先就是他的音乐美 是吧 因为他是慢词 在牛勇的时代里面呢 慢词还不多 牛勇之前的词人 主要都是写小令嘛 牛勇是宋代 第一个大量写慢词的人 所以这慢词 他就可以表达更丰富的情感 而且他个人一种耳目一心之感 所以他的成功 首先是音乐上的成功 第二呢 他写的是离别 离别是每个人都有的情感经历 写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 所以他就迎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 是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他的结构是很完整的 我们知道慢词和小令的不一样在哪里 主要是慢词的篇幅加大了嘛 慢词的篇幅大了之后 他要可写的东西就很多 那么你这写的东西 你就不能是一盘散沙 你应该是有组织 有次序的来进行描写 这就叫铺序 那么这个铺序 你就要讲究结构 结构要完整 我们看看这个作品 它是怎么结构的呢 它是用别字来贯穿始终 就是多情至古 上离别的那个别字 贯穿始终 你看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 你看 寒禅七切 对长亭晚 咒语出歇 这是写离别之前的时间 地点 时令 天气 都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南州吹发 这是写临别的时候 在都门外啊 障隐 就是践行 指手相看内眼 才是真正的离别 指手就是握手嘛 就是握手言别了嘛 那么 到了 念去去这以后 全部都是想象之词 想象离别之后的 种种情景 它虽然写了这么多 事实上这个时候 也许还没有开船呢 是不是 所以 它有离别之前 写到临别之时 写到正式离别 写到 想象离别之后的情景 你看 想象离别之后的情景 先是想到 今宵 九醒何处 然后 想到 今年 然后 这是 由今宵 想到今年 由一种风情 想到千种风情 由自己的离别 想到天下人的离别 是吧 全都是想象之词 就用一个别字 把它串起来了 牛勇写离别 跟别人写离别不一样 别人写离别 往往是 欲说还修 含蓄运吉 牛勇写离别 是一气呵成 淋漓尽致 牛勇可以说是 此时上 第一个 把离别写得 荡气回肠的人 他不是那种 欲说还修的 那种 那种手法 他就是 一气呵成 淋漓尽致 其实牛勇的 这种审美 比较符合 我们现在人的 那种审美趣味点 这首词 不仅仅是结构完整 想象丰富 而且很善于描绘景色 你看念去去 千里烟墨 墨尔沉沉 丑天阔 写的就是傍晚时候的 江上之景 给人一种广莫的渺茫的感觉 还有这个杨鸟岸小枫禅乐 这七个字呢 写的是早晨的岸上之景 给人以七亲消收的感觉 是吧 所以过去人们讲刘勇啊 说刘勇这个人的写景呢 叫写景如画 善于描绘景色 铺絮又有条理 音乐上又非常动听 写的作品的感情 又是大众的 所共有的 带有普遍性的感情 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使它成为名作 一个作品之所以 能够成为名作 它必须要反映 大家的感受 必须得有普遍性 这样才能产生广泛的共鸣 有了这一点之后 再加上行书上的成功 比方说音乐很美 文词很美 写景很美 结构很合理等等 这些因素 使它成为名作 所以我们讲到宋词 就要讲到刘勇 讲到刘勇 就要讲到语林林 这是一个作品 还可以讲一个作品 这首词叫旺海潮 它是写杭州的 北宋词号的杭州 我边念边讲 东南行圣 商务都会 前唐自古防华 这三句 从总的 写杭州的 总的形式 说杭州这个城市 当时叫前唐 当时北宋词号叫前唐 它是东南地区的行圣之地 什么叫行圣呢 就是地理行事 优越的地方 东南行圣 商务都会 这个商务 它是指吴新 吴郡和惠基 吴新就是现在的浙江 吴郡在现在的江苏的苏州 汇集呢 在今天浙江的绍兴 这三地 叫三五 在这里还是贩子 贩子江浙这一带的 一个大都会 前唐自古防华 自古以来就是防华之地啊 下面再写 具体的写 这前面三句叫总序嘛 下面就具体的写 烟柳画桥 风帘翠木 称赐十万人家 这写什么呢 这就是照应都会这两个字嘛 你不说它是个都会吗 何以今天是都会呢 你看啊 有烟柳画桥 柳树上面有烟雾笼罩 桥上面有彩绘 这写得很美 烟柳画桥 风帘翠木 是窗帘 窗帘在风中摇曳 所以叫风帘 墨是莲木 是绿色的 所以叫翠木 这都是描写 形象化的描写 称赐十万人家 所谓称赐 就是高低错落的 分布着十万人家 这就照应它是个都会嘛 后来有人讲说 刘勇写的这个作品呢 讲前唐的十万人家 是原封以前的 就是北宋中期的 到北宋后期的时候 远远就不止十万人家了 更繁华了 下面第三层 云树绕低沙 路涛卷双雪 天见无涯 这就写地理环境嘛 这照应哪个 哪两个字呢 照应行圣 是吧 云树绕低沙 就是那个江堤啊 海堤啊 沿岸呢 有许多的树 远看去 一片云雾缭绕 所以叫云树绕低沙 路涛卷双雪 这路涛啊 可能就是写 前唐江朝 每年八月十八的 前唐江朝啊 铺天盖地而来 所以路涛卷双雪 天见无涯 天见 前唐江天见嘛 所以这就是寻盛之地 就是地理位置 下面第四层 四列都记 护营裸起 敬豪奢 这两句照应哪两个字呢 对 照应繁华 你说它繁华 何以见得了 四列珠基 街市上啊 那些店子啊 店铺啊 就成立着珠基 金银珠宝 护营裸起 家家户户都是美丽的女人 穿着凌罗绸淡 而且 敬豪奢 那个地方人呢 就是喜欢 攀比 豪奢 自古以来 豪奢之风 在防华嘛 所以我们通过这上面 就可以看出 它的铺序啊 非常有组织 有结构 东南行圣 三五都会 前唐自古防华 是总序 下面的三层是分序 每三层分别照应 上面的一个关键词 银柳华桥 风帘翠木 春池十万人家 照应都会 云树绕地上 鹿韬卷双血 天见乌鸦 照应行圣 四列珠基 护营裸起 敬豪奢 照应繁华 结构很完整吧 下面 写西湖 上片是写杭州 下片是西湖 西湖是杭州的一颗明珠 写杭州 怎么能不写西湖呢 所以下面写西湖 说 重湖蝶眼 倾家 重湖 因为西湖有里湖和外湖 蝶眼就是 眼就是山峰 蝶眼就是 充满蝶杖 重湖和蝶眼 个人的总体感受是什么呢 倾家 他的风格是倾家 下面就写 他的风景说 有山丘柜子 十里荷花 秋天里面有柜子 夏天里面有荷花 柜子是陆地上的 是山上的 荷花是水里的 你看这对账又工整 色彩又鲜明 所以山丘柜子 十里荷花 就成为杭州的一个 最好的广告词 是吧 杭州人后来花了那么多钱做广告 有谁能超过山丘柜子 十里荷花 再就后来还有舒适的 与把西湖比西子 淡某龙庄 总相宜 淡庄龙 某总相宜 可以说 今天的杭州人花了无数的钱来做广告 都没有超过刘勇和舒适 给他们做的广告 它影响太大了 2001年的时候 我们在刘勇的家乡参加第一次 刘勇的学术讨论会的时候 那会议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文件带 发一个文件带上面印着八个字 山丘柜子 十里荷花 我们就笑 你这不是在给杭州做广告吗 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开会 你应该给五一三做广告啊 是吧 下面你看这些音乐 枪管弄琴 宁歌范叶 西西吊鼠莲王 枪管就是这个 就是萧迪一类的音乐嘛 这萧迪一类的音乐 奏出的音乐形象 在晴天回荡 所以叫枪管弄琴 宁歌范叶 这是采莲船 西湖上的采莲船 晚上 这个传出来的歌声 在夜空回荡 所以叫宁歌范叶 西西吊手莲王 什么叫西西啊 就是很和乐嘛 很和谐嘛 是吧 有吊手也有莲娃 莲娃就是采莲女 钓手就是钓鱼的脑子 你看这些老百姓 这过得很快了吧 千计雍高牙 这是指官员 一个人骑一匹马 就叫一计 千计就是一千个人 骑一千匹马 牙是牙齐 过去官府牙门的门口 都有很大的一个旗杆 这叫牙齐 雍高牙 就是说 这个杭州的地方长官呢 当时应该是叫 两则漏的地方长官 因为是最高地方长官 所以叫高牙 这高牙很威风 所以叫千计雍高牙 那么多的人在拥戴着他 跟着他 他干嘛呢 沉醉听消骨 沉着几分醉意 在那里欣赏音乐 而且尹赏烟霞 这个描写就很高明 这说明这官员呢 他把杭州治理得很好啊 把两则漏治理得很好 他也有闲暇的时间 去听音乐 去看风景 尹赏烟霞 就是说 不仅要赏烟霞 还要写烟霞 说明这人还懂文学 懂艺术 他跟我们现在的官员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官员都很忙 一天大碗焦头烂饿了 那古代的官员很闲暇 你看 下篇啊 写着重湖蝶眼 既然是重湖蝶眼 有山也有水 所以就写山丘柜子 这是照应蝶眼 山上的柜子嘛 池里荷花 照应重湖嘛 千管弄琴 宁歌范叶 嬉戏掉树莲花 这是写老百姓的欢乐 千计雍高雅 陈寂听消谷 迎赏烟霞 这是写官员的欢乐 官员同乐 最后两句进行总结 一日涂江好景 归去凤池夸 凤池就是凤凰池 中书省的美城 就是我们要另外选择一个日子 要把杭州的美景 把它画下来 带到开封去 在京城里面好好地夸耀一番 所以你看这个作品 就是写大都市 写大都市的防华景象 它的铺序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它是层层铺序 前后照应 又有总序 又有分序 前后照应 所以这都是大手笔 这个作品的影响 就是很大 有人因此还给他编了一个故事 编什么故事呢 所以刘勇当时还没有得志 没有公民 没有公民就到杭州去 就拜访孙和 孙和这个人 跟刘勇的叔叔的关系很好 跟刘勇 跟刘勇有四交 然后就拜访了 但是被人家门禁拦住了 被人家看门禁拦住了 不让他进去 不然怎么办呢 刘勇就填了 这首《望海潮》 就委托当的一个歌迹 委托生河的一个歌迹 叫楚楚 委托楚楚带进去 然后生河就接待了他 这当然是传说 不可信的 不可信的 关于这个人究竟是孙和 还是孙景 还是孙免 都有些争议 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 王宇琛和刘勇的父亲 刘宜的关系很好 而孙和和刘宜 由于有王宇琛的这一层关系 所以他可能和刘宜有交情 因为孙和是王宇琛的弟子 王宇琛和刘宜的关系又很好 所以由于王宇琛的关系 孙和可能认识刘宜 那就是认识刘勇的父亲 既然认识刘勇的父亲 所以刘勇去拜访这位父子 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刘勇的叔叔叫刘宏 他和孙和的弟弟孙景 是同榜近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孙柳两家有四姨 有四交 再加上孙和这个人 又喜欢接待那些有才华的读书人 当然最近有人后来写文章考证 说这个人可能不是孙和 而是孙缅 有关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看词学第十集 吴雄和先生的刘勇和孙缅的郊游 经刘勇逐年新政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作品的影响非常大 除了人们为了这个作品 编了一个故事以外 据说这个作品 传到了金主完颜亮那里 就金朝皇帝完颜亮 完颜亮大家不陌生吧 看了那么多金庸的作品 是吧 说完颜亮知道杭州有三丘贵子十里荷花 随起头边豆浆自治 什么意思 就是说既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那么我要去占领 他要去占领呢 就是因为三丘贵子十里荷花 所以后来有人就怪罪刘勇 所以为什么 导致金朝人的难相呢 就是刘勇写的这种作品 这当时没道理的是吧 没道理对刘勇进行攻击 是吧 你看谢楚后的诗说 谁把杭州取之欧 荷花千里跪山丘 哪知会墓无情物 千栋长江万里愁 金主完颜亮要投江斗边的 就是因为得了这首词 所以他的影响就大到这一个地步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看看刘勇写个歌迹的词 这样我们对他的了解 就要全面一点 你看啊 这词是饱受争议 定风波 就是写个歌迹的 而且他的口吻就是歌迹的口吻 他说 自春来产绿愁红 芳心事事可可 就春天以来啊 产绿愁红 就是说 这个花都凋谢了 所以叫产绿愁红 芳心事事可可 这可可就是当时的 口语嘛 就什么都不在意 日上花哨 阴穿柳带 油压相亲卧 这写这个女性呢 因为她的心情不好嘛 所以日上花哨 太阳很高了 阴穿柳带 黄音在柳树间 歌唱 她还不起床 油压相亲卧 阳树笑 逆云舵 终日艳艳 转疏骨 暖树啊 就是脸上茶的油脂嘛 晚上茶的油脂 都已经退下去了 所以叫 阳树笑 逆云舵 逆云是指 她的头发 头发蓬松下垂 叫逆云舵 终日艳艳 卷疏骨 每天呢 无精打采 难得疏习打扮 无乐 恨 薄情一去 阴书无过 这都乐 就是无可奈何 所以这薄情的人 你走了之后 连个阴性都没有 无乐 恨薄情一去 阴书无过 这后悔 早问我 会当初 不把雕安所 早知道 她是这样子的话 后悔 当时为什么 不把她的马 把她的车 给她锁住 这样她就 出不了门了 就像现在 那些女的 不让自己的 爱人出门 我就把你的车 给你锁住 我把你的车 钥匙给你藏起来 看你还能出门吗 她后悔 像鸡创 只与满间相馆 居宿 叫迎客 这个鸡创 是个典故 这刘一庆的 幽名路讲 说晋朝 有个演奏刺史 叫宋楚中 他买了一只 长明鸡 这个长明鸡 就是他的宠物了 他把个长明鸡 放在书房的窗口的时候 那个鸡还能讲人话 还能发表一些 有见地的意见 所以现在 大家只知道 养宠物狗吧 还不知道 古人养的宠物更多 还要养宠物鸡的 是吧 像鸡创 只与满间相关 居宿叫迎客 说当初 我就不应该放他走 我要让他坐在书房里面 搁他笔 搁他指 拘束他 然后他在那里做功课 写诗 做功课 镇香水 莫抛朵 针线 闲念 伴一座 那么我怎么呢 我就整天陪伴着他 时刻也不分离 然后呢 一边干针线活 一边在看着他读书 写作 这叫针线 闲念 伴一座 和我 免死年少 光阴虚过 这样我和他一起 我们这就不会虚斗光阴了吗 你看这个作品就是一个歌女 或者一个女性的 她的一个很朴素的愿望 就是要和她的丈夫啊 长相厮守 朝夕相处 这不就是普通人的感情吗 正因为他写的是普通人的感情 而且用的又是普通人的语言 口语 所以风行一时啊 大家看看 现在不是有很多流行歌曲 因为他们写的是普通人的感情 语言又比较朴实 风行一时 你看不有个作品叫 《长回家看看》吗 你说那《长回家看看》 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呢 我看未必 讲文学性 他还不如 他还就不如那个同桌的理了 但是他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感 就常回家看看嘛 语言又比较大众化 所以就 快制人口啊 这个作品也是这样 他写的是大众化的感情 用的是大众化的语言 音乐上又很美 所以风行一时啊 所以后来人们攻击刘勇的时候 就经常拿这个做例子 有人还编造这件故事 说刘勇做地方官的时候 长期得不到提拔 长期不能到京城来做京官 说当时燕淑啊 在做父宰相 所以刘勇啊就去拜访他 燕淑说 说年轻人 听说你喜欢写词啊 那刘勇说 是啊 我跟相公一样的都喜欢写词 燕淑说 我虽然写词 但是我没有写出 针线弦念办一座 我写词 我是写的 但我不像你刘勇写那种词 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故事啊 是编造的 编造的 我们曾经做过考证的 是吧 你说刘勇中近世是在 锦右元年 公元1034年 而燕淑在政府里面 做参知证事呢 是在明道元年 燕淑做父宰相的时候 刘勇还没中近世呢 根本就不可能做地方官嘛 你不是地方官 你不存在一个由地方官 转为京官的这个问题 那你去找燕淑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编造你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呢 他就是用这个故事来糟蹋刘勇 说他写什么东西啊 他不就写这种通缩歌曲吗 写这种针线弦拌一作吗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知道 刘勇的许多作品 他也是亚熟共赏的 里面像雨淋淋 像望海潮就很好 像这个作品大众化 也就是这样子了 比较大众化 但是并不是说写得不好 他反映了普通人的一种普通的愿望 很真实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刘勇的贡献 简单地说几条 一个贡献就是 词的题材领域的大幅度的拓展 词的题材领域大幅度拓展 过去人们往往显离情 离情别墅 刘勇不仅仅写离情别墅 刘勇还写了大都市的繁华 写了市民的生活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词的语言的进一步丰富 词的语言进一步丰富 刚才我们就看到还两种语言 一种是词的语言 诗的语言 一种就是大众的口语 第三个特点就是 曼词的大量创作 以及一系列艺术法则的初步建立 刘勇的曼词 在当时来讲是做的最多的 他一共有213首词 写的曼词达125首 占了总数的58% 而当时的张献艳术和欧阳修的曼词 只占总数的10% 2%和5% 所以大量写作曼词 而且还建立了许多的艺术手法 像铺序啊 用领字啊 这都是刘勇的贡献 所以在北宋词单上 刘勇对词的贡献是最多的